狗狗不爱吃时怎么办 汪志祥职业寿医师 狗狗不爱吃时说明狗狗存在挑食的情况 如果平时喂食的狗粮口感比较好 突然换了口感不好的狗粮 就会出现不爱吃的情况 这是建议采取一定的训练措施 引导狗狗进食 比如电视 进食定量给狗狗喂食 如果它不吃就及时的收走食物 一般持续训练五到七天以后 狗狗就会主动进食 还有一种情况是狗狗的狗粮 似口性不好 导致狗狗不爱进食 这种情况呢 建议给狗狗喂食 似口性比较好的狗粮 同时呢 还可以在狗粮中添加 食狗性比较好的营养膏 或者狗罐头的食物 这样呢也可以促进狗狗进食 最后还有可能是由于这个疾病的原因 导致狗狗食欲不振 或者食欲废绝 这时需要及时就医